爱也匆匆 去也匆匆 狠奔相逢 爱也匆匆 狠也匆匆 一直都随风 狂笑一生 伤害一生 快我一生 悲哀一生 却与我生死于共 我看头道歉如波无空 做自己才是英雄 香港知名女星 最美周芷若 周海妹 12日起工作室正式因病辞世 5年前周海妹曾来台 担任三立主办金钟奖颁奖嘉宾 在831主唱阿璞 唱到压轴 倚天屠龙记 歌曲时 身穿气质典雅的古装扮相登场同框 动灵的模样让台湾粉丝一片惊呼 超经典画面被挖出 网友泪意 小时候就是为了她去看九四倚天的 周海妹真的有一股魅力 会勾人的那种 周海妹无论外貌 气质都很顶 周海妹无论外貌 气质都很顶 一身拥踏进攻 难逃远勇 斗天下斗不过 八卦万重 一身 潮起脚落 一嘴 极条返游 一世 成王半空 一眼出现于真空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恨本相逢 爱也匆匆 恨也匆匆 一切都随风 我们是英雄 我看他大气 去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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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快我一生悲哀一生 谁与我生死于公 我看能当劫入魔物后 做自己才是一种 香港女星周海媚工作室 12日晚间发出声明证实 周海媚于11日因病医治无效过世 享年57岁 愿天堂没有疾病 愿来生我们再相识 周海媚上次来台湾是2018年 出席第53届电视金钟奖 一直被称为动灵女神的她 以一起学访爱新黑色洋装现身红毯 优雅气质依旧 肤质细致 身材依旧纤细 完全看不出当时已年过半百52岁 从车窗已经看到她的倩影跟风采 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的是周海媚 那么在1985年 她是以香港小姐出道跨足影视圈之后 也拍过许多快智人口的电视剧 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期的全方位艺人 而且网友都说她是最美的周芷若 近期呢是再次的出演倚天屠龙记 被网友大赞真的是史上最美最美的灭绝师态 很开心啊 也再次来到台湾 看到这么多台湾的朋友都很欢迎我 当时还与男星张宣睿一同颁发新人讲 真实洞灵模样现行 孙瑞呀你知道吗 有很多女孩子不喜欢老师被叫姐姐 知道吗 把我叫老了知道吗 可是海妹姐您知道 现在流行姐弟恋吗 哦 有这么一个说法呀 姐姐的魅力现在很夯哦 有一个游戏叫做鼠肩膀 有听过吗 哦 鼠肩膀我真的不知道耶 怎么玩啊 我示范一次 一 二 三 四 哎呦 吓我一跳耶 你太可爱了 从她进台湾开始 我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 而且充满了怀恋 然后有很多很多美食 可是这一次呢我也很开心 金钟奖邀请我来当颁奖嘉宾 还有给我一个大帅哥站在旁边 典礼最后还在乐团831主唱 阿浦唱到压轴以天屠龙记歌曲时 身穿气质典雅的古装扮相登场同框 而他也与当年模样几乎没改变 爱也从从去也从从恨不能相逢 爱也从从恨也从从一起都随风 狂笑一声唱开一声 海豹一声悲哀一声 谁与我声势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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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天下都不过八卦乱说 一声就起脚落 一嘴就逃犯忧 一时尝望坏空 一眼就陷雨震風 爱也从从去也从从恨不能相逢 爱也从从恨也从从一直都随风 狂笑一声唱开一声快我一声悲哀一声 谁与我声势欲动 我看到道歉有谋物 做自己才是英雄 做自己才是英雄 我看到道歉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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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海妹记得我们行发殇啊 对于访台之行 他相当怀念卤味与小笼包 一定要自己排队才好吃 而周海妹在排时就自爆 洞铃并不是靠保养或饮食等方法 而是靠睡来的 周海妹也提到 想要不老就必须得跟上时代 没有永远青春美丽的 我也会老 多了几个皱纹 我今年52了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最重要是你怎么去活 有没有追上这个时代 跟时代一起进步 这几年周海妹重新转往大陆发展 曾为一线女星的她 20岁初演艺天屠龙记中周芷若一脚爆红 成为她演艺生涯的代表作 并拥有最美周芷若称号 之后移居大陆发展 25年后大陆再度翻拍一天 升格为灭绝师太 被封为不老女神